屏东北大午山日前有登山团山友 途中体力不支 紧销将人背负下山 只是带团的领队呢 当下就已经不在山友身边 竟然早就独自返回山庄休息 根据了解 这名疑似将山友丢包的领队 类似行径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事后紧销也发现 这名领队无法出示相关的证明文件 现在将开立取罚单 眼看登山山友身体虚弱 救难人员赶紧将人背负下山 原来这名男子参加登山团 途中体力不支急需救助 只是带团的领队竟不在山友身边 早独自返回山庄休息 你一个专业领队不能做这种事情 你要全程参与 快鼓山庄庄主威威道来 这群山友们日前参加北大午山 三天两夜的商业团 24号晚间领队将他们带往三角点后 就请他们自己走 领队则独自下山庄休息 只是团队中一名男子因年纪大 加上缺水 山庄的人也出动 共耗费18小时送水跟头灯 最后救援队员也以背跟拉的方式 将男子带下山 我就很生气 他在山庄休息 我就直问他说 你怎么可以把人放在后面 他说他们走得很好啊 我就讲不下去了 而庄主也透露 这名领队疑似把团员丢包 早不是第一次 领队是要全程参与 陪同 不是收了钱 我的任务就把你带到三角点 依据屏东县政府登山自治条例 该团领队无法出示相关证明明件 开立举发单 屏东北大午山海拔3092公尺 被列为台湾5月之一 只是登山前真的得先评估自己实力 不是缴钱就能保障安全 而这名领队这回疑似将人丢包 离谱行径令人直摇头 记得苏绍尔平方报道 只要 您好 您好 如果您嘗試前提醒此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